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到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一讲俄罗斯 其实普京大帝亦可能会 开心的,可能会唯心一笑的,什么事呢,原来 是,金融时报一项分析就显示 俄罗斯现在利用一个漏洞 是赚取巨额收入的 是什么漏洞呢 就是石油价格上限的漏洞 现在 运输成本肯定是厉害,因为俄罗斯的 这些原油运输是得不到 保险公司成保的 那么高昂的运输成本 使得俄罗斯企业 从向印度销售原油获得的利润 远远高过之前的估计 原来 这些费用可能 在一个季度内 已经是筹集了 超过10亿美金 直到最近 俄罗斯似乎一直 走在一个道路上 这条道路是什么呢 就是 西方打算是压制他们 石油收入 但是 这条路 貌似 就是使得俄罗斯 没有死 而且还赚了一些钱 俄罗斯石油生产 一直 以低过每桶60美元的价格 向印度 销售石油 但是 如果 计算运费 原来是这样的 石油 每桶价格就不是很高 但是它的运费就帮你抹高它 如果计算运费 他们和 合作的一些贸易商 收取的费用 要高得很多很多 直接对俄罗斯 波罗的海港口开往印度的石油 现在有一份 分析报告 这份分析报告就表明 在截止到7月的3个月里面 这种超额的收费 加上 用 与俄罗斯有关的船只 来运输石油所赚取费用 可能有12亿美金 即是这样 现在 那些原油 是有 价格上限的 但是 哦 它在运输费用里抹高它就行了 这件事挺聪明的 我的价格 都是 有 低过60美金每桶 其实现在 不止60美金每桶 我们之前说过 之前就真的低过60美金每桶 这个也是 石油限价令之下的价格 但是现在已经是超过这个 再加上它 抹高了运费 就会赚得多钱 这个也是一个漏洞 因为 原来 它们只是说 每桶石油价格限制 它都没有说 运输费用有限制 它抹高价格就行了 当然 是要由俄罗斯自己的船 帮你运才行 是要他们自己的船帮你运才能赚到这个钱 基附经济学院的学者 就叫Benjamin Benjamin一直都在研究俄罗斯怎样规避 石油限价令之下的行为 他就说 运输成本 高得离谱 是个虚高来的 因为 他们实际上 在价格上的限制 有一个漏洞 就是 只是限制了每桶石油多少钱 不过运输成本 就没有限制 所以他们俄罗斯人 就是 可以通过这个 抹高运输的价格 去赚多些钱 一级 就吸了几十亿美金 英国的外交大臣 聪明仔 旗赞明亦都说 普京在想着 减轻价格上限的影响方面 越来越不诚实 不过这个并不奇怪 自从实施石油限价令之下 其实 价格上限一直 是严重限制俄罗斯的收入 比上年少了很多 但是 你说会不会令到他 不行 有都不见得 他用其他方法赚回来 亦都说 那些帮助俄罗斯想着 是资助这场 战争的人都知道 其实 那你只说是印度 印度买很多石油 买很多俄罗斯原油 英国 将会继续跟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取得行动 执行这项 制裁措施 七国集团 实施价格上限 就为了保持俄罗斯石油的流通 同时 是 压低 可能用于资助战争的收入 但是这个上限 你要记住 参与 国家的买家 船东 和保险公司 提出了这些要求 有些都没有听他说 并且 是没有对 货运成本 实施任何限制 现在俄罗斯就是抹高的价 抹高的价格不是每桶石油 记住 是运输石油的费用 即是 本来石油 60 美金每桶 当你踩一条戒 以前运输每桶的成本可能是十几十美美金 这个数我估计 不是估计 是 随便放个数 但现在 抹高 本来是十美美金 25美金 那就等于 赚了15美金每桶 俄罗斯石油 在去年12月到今年6月底 海关的记录也显示 在俄罗斯波罗的海港口 运往印度的原油平均价格每桶 是50美金 这样 令到销售 和上限保持一致 这个上限适用于所谓的 船上交易 船上交易价格 是 FOB价格 或者 是 石油在 装货港的成本 但是 印度的海关数据就显示了 在 印度 交货后实际 支付的价格 即是所谓的成本 保险 运费 一起 All together 这个价格 叫 CIF价格 在 同一时期达到68美金 即是 是 有18美金的差价 因为它每桶是大约50美金 如此同时同期的平均石油价格 是70美金 每桶 这是全球平均价 虽然 58美金 都已经是打折 但是 亦意味着 波罗的海 但是不是波罗的海三国 不是欧盟的三国 是指俄罗斯波罗的海 这些港口 到印度之间 每桶 油的价格 是上升了18美金 自从2月开始收集 数据以来 印度 乌拉尔原油的平均价格 给波罗的海 原油 每桶是高出 14.9美金 实际 的运费 只是平均每桶9美金 即是 当中 是赚了 5.9美金 但俄罗斯又说得通 我没有人成保 我自己保自己 船船很危险 这个贵一点 风险高 费用高一点 是否正常 其实他这样是说得通的 这些说法当然西方就不买奖 印度一间国有石油公司 就向金融时报说 印度买家购买的石油包括运费 这间公司购买了 部分这类的俄罗斯原油 这位官员也说 不允许 对于货运安排或者成本进行谈判 即是 俄罗斯说怎样就怎样 你知道啦 事实上 你79元都是比68元便宜了11美金 所以印度是会继续买的 这样多余的费用 很可能就已经被石油的卖家拿走了 即是那5.9美金会桶 根据数据 公司 Karpler 他们也显示石油生产 鲁克石油 和俄罗斯石油公司 Rosneft 向印度练油厂 直接销售 在其他的情况下 出售的是 由去年 一年出现 和几家 俄罗斯石油公司 关系密切的 这些贸易公司的 这些数据也显示到 的的确确 销售价 是 在港口出来 到印度有差价 就是所谓的运输费 而且差价 比国际平均水平高 都挺厉害的 国际平均水平是9元 你是14.5元 14.9元 5月到7月期间 俄罗斯 用了他们 134手船 从波罗的海 向印度 运输了1.08 亿桶的原油 我们看 出发 和交付之间的时间差 亦根据 其他的 统计机构数据 其实这段时间 两地原油差价 是可以达到17元美金每桶 商业运输平均费用呢 刚才我们说的 5到7月数据 就是17元美金每桶的差价 全球的平均运费就是9元美金每桶 意味着 多收的费用 就是8 美金每桶 赚了8亿多 两个月赚了8亿多 很少钱 不是的 少数怕长计 如果俄罗斯石油公司和贸易商 同意这些合同安排 俄罗斯 就会将获得部分的差价 无论是俄罗斯 是否拥有这些 邮轮也好 其实他们也是赚了一笔钱 俄罗斯确实是参与了 这些 邮轮船 船队 记得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俄罗斯有这个幽灵 邮轮 5到7月期间 134艘船 能够通过保险 所有权或者管理档案直接 将其中23艘船 与俄罗斯联系 这些是找到真的直接与俄罗斯有关系 其他一些 可能是 伊朗经历了几手帮他搞的 其中大多数是由 Senship Management 这家公司营运 这家公司因为与俄罗斯大营 各有 邮轮公司 Sofcomron 是有关系 而受到英国和欧盟在美国的制裁 另外26艘就是所谓的幽灵船 他们是在战争开始后 被现任的船主购买的 他们的 所有人是谁 没有人知 通过 是什么手段 原来就是主要位于马兆尔群岛 以及 利比利亚的一些空殼公司 隐藏他们船主的身份 但是 自从被收购以来 他们 都是 Dramatically 这个 西方用这个戏剧性 是转向 运送俄罗斯的 这些油 而且多数都是俄罗斯的石油路线上 其中一些之前 已经是与俄罗斯有联系 到7月份的三个月里面 从波罗的海 运出的石油当中 大概 有 40% 是 与俄罗斯有关系的船队运载 这支船队今个季度在这条航线上赚取的 钱 最少有3.5亿美金 再加上通过 这个 抹高了的运费 而收取的8亿美金 意味着俄罗斯实体在这个期间 的收入 要多10亿美金 这些是无本生理的 目前 印度 大概 占俄罗斯原油和油成品 成品油的出口是四分之一 根据国际能源串的数据也显示 在这三个月里面 俄罗斯的全球石油出口总额 是达到 390亿美金 但是 由于国际原油价格 在过去一个月 升了15% 是到达85美元每桶 西方船只的数量 直接下降 这就导致 俄罗斯原油价格 亦跟随着 升高 波罗的海的主要港口 的平均报价 已经上升到60美元每桶 这是指俄油 这样令到 和西方有关联的公司 更难 以遵守 限制的情况下转移成油 所以 在希腊 注册的 船管理公司 在7月份突然之间开始 离开俄罗斯原油市场 因为很难遵守 因为超过了60美元每桶 国际能源处 上星期亦表示 俄罗斯7月份的石油 出口收入 是达到 自从 实施这个石油 限价令以来最高水平 而且这个数字 亦都不包括 刚才说的 抹高了的 这个运输费用 不过 更高的价格 亦都可能阻止 卖 因为你贵 印度官员亦都说 现在 折扣 正是只剩下 每桶2到10美元 如果贵一点就不买 印度的 一位 国营能源公司的 官员叫 San San 我们印度 进口现在可能会下降 因为你俄罗斯印 打切不够慷慨 他也想慷慨一点 难 亦都说 哎呀我们都感受到 现在的东西贵了很多 大多数 这些货物交易价格 都越来越高 不肯定了 因为水抢船高 好 今节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